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分手了 体育系毕业的亭峰 运动细胞胜人一筹 第一次拍剧 亦顺理成章 饰演一名游泳健将 不过亭峰说 现实中自己并不擅长游泳 所以要他演《飞鱼王子》 的确是一大考验 我和欧凯迅做了一对情侣 他问我 你会不会游泳 我会 因为那时体育系 我要学了这么多游泳 谁知道原来他会不会游泳 是否像欧凯迅那样的 那只会不会游泳 不是吧 谁知道我去到才知道 原来我要跟他捏一百米 我心想想不懂游泳 但这一部剧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和欧凯迅 都没有拍过任何剧 大家都从零开始 所以那种互相支持的程度更加高 而且当时有Bosco带着 是 所以所有东西都兴奋 虽然紧张,但很刺激 守护神的经历是很深刻的 因为我们当时在室内池 我以为室内池应该没问题 一定有点暖水 全凍水 是 我可以形容程度 就是连欧凯迅都觉得很冷 我们两个都震到 一开始就下去了 怎料下去还要说对白 能不能说得到 震到我了 你… 努力摸索演员这条路的同时 亭峰亦很幸运 遇上不少有发挥的角色 他亦开始学懂放下 战战兢兢的包袱 享受拍剧的乐趣 还有 那张卡对于思浪来说 根本就是垃圾 但对于神婆来说是好事 你有半价买这个眼影 是否很棒 旧妻同学会 是一套全都是年轻演员做的一套 那时候是皇军团团 做男女主角 我们其他人就是 好像一群宿舍的朋友 是 串联了故事 是 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拍一些剧 如果有一些前辈带着 当然是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是 但同一时间压力会很大 同一群年轻演员 你会轻松很多 你压力没那么大 但可能没有学到那么多东西 是 但在这一段这么开心 这么轻松的气氛 你自然会做到很多 很搞笑、很跳脾的东西 正正的剧种 就是要我们做一些这样的东西 要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很开心 但又是因为这部剧 我更加发觉 其实拍剧的时候真的不太松 我觉得那时的集中力是一样的 是否因为有导演也有说过 你们几句 你们不要玩得这么放 绝对有… 我也猜到应该一群都会疯了 对… 胡鸿君 然后下一个就是王庭峰 经常被人点名 名字一定榜上有名 之后,庭峰在《爱美丽狂上曲》 以及《把关者门》里面 都有突出的表现 不少观众 更对庭峰的演技刮目相看 尤其他在《把关者门》 演消防员一角 《救火信》的那场戏 更加非常催泪 哥哥 你自己是否喜欢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 其实一开始拍摄的时候 我没有想过这么大回响 是 我记得我有一天晚上 在自己的房间看剧本 然后看到有一幕 我死的那幕 我自己也忍不住了 也哭了 所以到最后 大家说是感动 我不惊喜 但我当时最惊讶 就是这么大回响 是 所以就… 跟阿Moon拍摄 我觉得她也帮助了我很多 首先她自己也有经验 第二就是 我们有很多时候拍摄的时候 都真的不是跟着 有很多真的自己加插了下去 令那件事更加生活化 是 所以人们就觉得 真的好像两夫妇 是 好像真的夫妻 是 所以才知道 为什么人们死得那么痛 是 为什么要死 开始人们就议论 是 尤其是骂偏剧 为什么要死 为什么要死 杀了我 我觉得是赚了很多 亭峰的演技 亦得到不少监制的赏识 气氛也越来越重 好像今年 他亦有多部作品将会推出 其中OPM的好剧 更是他首次担任做男一 OPM第一次 第一次真的要这样去… 男一 第一次 真的 拍摄之前我很紧张 因为你会给自己很多模型压力 但是这次 真的洗出浑身解素 自己未发掘的一个情感一面 很爆的一面 是 需要搞笑的一面 是 每一样都会在这个角色里面出现 我希望大家可以再看到自己在演技上有进步 还有 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去… 因为我很记得在OPM第一天 就已经要坐在门口里爆哭了 全憑空想象 故事是深入他的脑子里要爆哭 我记得是很大压力 因为始终都是初阶的演员 很多时候可能都要用一些不好的经历 不开心的经历去带自己进去 我都用了很多 譬如可能都想… 可能有些亲人过身 都会有在画面上 在里面看 酝酿了 演艺这条路要走得精彩 除了靠努力之外 多少都要有些运气 入行第二年 亭峰就行正大运 连他自己也没有想过 出来 出来… 出来拿出来 好,要他讲他的速学说话 他讲他的速学说话 11分 有创意点… 现在有创意点 我在做梦 做数学说话 做数学说话 祝TV, Happy Birthday 好 我这一生都没有想过 因为我没有中奖运 我记得那晚是… 我觉得那晚是人生都不会忘记的 因为突然多了很多人 走过来跟我说你好 是 我不知道为了什么 可能是… 当然讨论完后 可能下一句就说 请你吃饭 记得请你吃饭 不知道为何突然有个群组 主持的群组很活跃 突然说 我们今周去哪里吃饭 我看到谭玉英姐姐 吃铺飞吧,王亭峰请 请 那我离手那星期就没有了五天 真的吗 已经请了很多了 其实我一开始打算 给我父母去旅行 幸好他们非常有良心 我跟他们说 那些钱你先存好 你隔了两年后 终于用得着 我就用了这些钱 即是他们的 功劳也是在我妈上 她说不如上车吧 既然你那一晚都没有用 快点上车吧,立刻上车 是 隔两天就走过来 上车,上车 我不能不上 那时候我还跟她一起住 那便收起车 有丰富的主持经验 再加上擅长多国语言 亭峰今年被派往北京采访 冬奥,绝对是最佳人选 说起这21天的采访经历 亭峰更是百感交集 那21天 嗯 那21天 怎么形容我呢 那21天是… 真的… 我一个那一刻都有点想… 我在想那21天是… 其实好像在隔离 只不过是在隔离工作 是 我们的交通 全部都是他们安排 嗯 我们的车辆 如果我们错过一班 我们可能要等一小时 我们才可以坐右下班 上车了 你在酒店要坐40分钟 你才能去到传媒中心 哇 这个才是冷静 我们去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 都差不多要坐两个多钟才到 我们凌晨五点要出去 神经病 凌晨五点要出去 去到两个多钟,去到延庆 我们要再坐三次纜车 我们才能去到那个地方 哇 所以我觉得做的工作 不是说最辛苦 最辛苦是… 教痛 等 所以等那种感觉 是等到人有点消磨了意志 除了考验耐性之外 更要抵御当地严寒的天气 亭峰在采访期间 就因为不敌高山低温而暈倒 我上去,我开始有些缺氧 我开始有些缺氧 有些缺氧 我就进去传媒中心 我坐在那里 我一直想躺在地上 当我知道自己开始暈时 我就直播我妈 那一刻你会想到要直播我妈 我怕她担心 我跟妈说 我现在有点暈,但没什么 不是发烧,你放心 总之我现在有点哄不到气 我进去救灰车的时候 我躺在那里 就把石纸铺在那里保暖 保暖 是 不知道为什么很长 那程序是一个小时 是 突然有点光传过来 你这个光很害怕 我在想,是否停不动 是 我真的有这一刻是这样想的 我就不断跟自己说 不要睡… 结果有人打电话来 是 经理人打电话来 喂,你没事吧 我听说 没事… 可以了,我休息一会就可以了 可以了… 我让摄影厅 他会帮你 然后我就睡觉了 每一个访问背后 都非常不容易 亭峰专业的工作态度 得到不少观众的赞赏 有没有哪个访问 你做完你自己到现在很满意 在东澳里面 我想很多人会记得我访问谷外宁 但其实我访问谷外宁的时候 我没有那么大的感受 但人们就有很大的感受 可能谷外宁真的关注到极高 我自己的很大的感受就是 我访问雨声结员 那一刻大家等了很久 千呼万会似出来 终于在我前面 三条问题…四条问题… 日文… 那些文化 因此你不断去混合 但原来发觉 日本的传媒在我旁边 是 他们问了九成的问题 是 我一直查不到 之后前面的负责人 已经在圈子 那些人说 不是吧 等了这么久 你也让我问一条 是 他想叫他走的时候 我立刻停他 是 你不断在这里 但我问到他 他就回答我 我最主要的讯息就是 香港很多人支持你 我相信做完很有满足感 做完很有满足感 就是因为… 我想不到我真的跟他聊到 总是用他的语言 对… 所以你这次是很聪明的 很聪明的 所以如果这样说 你很多东西都试过了 其实你还有没有什么目标 或者有什么很想去… 有机会试试 都会想试试 当然我很希望 就是… 往后的一些角色 都可以有得发挥 甚至是可以再试试做男主角 对,而且做一些不同的角色 不再是很阳光型 对 可能做一些很奸 很坏 我常常都很想试试 例如三个女人一个人 你记得吗 记得… 自文是一个角色 是他要分三个不同的 人格 人格 我很喜欢这些 你很难度高 就是想挑战你 好,我们也对你有信心 好,希望你可以继续加油 谢谢… 好,今天谢谢你 谢谢… 我自己的座右铭 其实不单是这一行可以用到 其实很多行都可以 但进入了这一行 感受更加深 因为遇到的困难很多 而且很多时候 都是大家估计不到的 但只要你相信 希望是不会放弃你 只要你不放弃希望的话 你就会不断这样前进 我是黄定峰 本身知道庭峰是搞笑底的了 但没想过他说话真的很好笑 我想我今天的访问 是我做过这么多访问里面 笑得最厉害的一次 在这里 希望幸运之神可以继续眷顾他 给他多些机会 最后我是代一班幕后的同事跟你说 记得请他们吃饭